哈喽 大家好 这是青豆卡西 我是青豆 文竹怎么修剪才能变得更好看呢 相信大部分养文竹的朋友都想知道的事情 其实文竹的修剪很简单 而且呢 现在还是修剪它的好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高度来修剪 我们一般从花式买回来的文竹 都是这种凌乱的形状 因为有造型会比较贵 那我们要修剪的 首先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顶端给打顶 然后触发它侧枝的萌发 还有就是一般你扒开文竹的底部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萌发的新枝 有些粗细不匀 我们可以把这些比较细的 直接给它剪掉 然后我们看上去有些发黄的这些 发黄这些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全部都剪掉 剪完了 是不是看上去就清爽了很多呢 文竹是耐修剪的 不用怕剪坏 修剪完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来一点管式肥 在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因为冬天啊 所以我们不建议用复合肥 今天呢 关于这个文竹的修剪 我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 每日更新 拜拜